职场霸凌风暴现在是越演越烈 现在还延烧到了卫福部 机关署整备组 来与立委 陈金辉就爆出了 有其他的公务人员亲眼目睹 这名组长的霸凌行径 更有员工寄来了陈勤信 指控不止组长压榨同仁 而立委 邱振军更是公开组长 痛骂属下的阴导 网楼上有更多相关的阴导夜曝光 医生对方是猪 卫福部机关署整备组 陆续爆出疑似组长的霸凌党 我讲这话听不懂吗 你为什么要改 你为什么要改我的指令 我会这样做我是神经病吗 下次我不要跟你们开会了 什么意思 你在改什么改 标骂下属还跳针狂骂 更失控打断下属解释 不过两个都会有在讨论 就是说其实是 我主要两个讨论 两个喝上没水喝 你给我弄出这个版本来 我就是没水喝的版本 一次寻求自己利益最大化 这位长官夸张行径曝光 在有公务员指称 强调网路上言论属实 他是亲眼看着这个组长 曾经对着同仁骂猪啊等等的 还有人寄出陈情信 表示不止组长是土皇帝 科长剪记都是加害者 人工们身兼素职主管却辱骂同仁 能力差逼迫产能 尤其工作多还不能加班 身心俱疲 挺过新冠疫情守护国人生命 却没人来守护的心情 一周的调查报告出来以后 您大概多久要召开这个考机会 11月28号您应该就会有 机关署的初步报告出来 我们预定下个礼拜四会有报告啦 那我们会尽量在当天看 是不是可以就 其实他的这个调查是相当 相当复杂 一个礼拜之内提出 整个的报告 整个过程也要非常完整 也是不重不放不我 直上霸凌连环报 这把火如今烧到机关署身上 考机会最快下礼拜召开 邱太元上井发条 火速彻查给真相 接着黄慈玲 王伟全特别报道